NPF滿月 匯豐恆子基金最差 雖然講起強積金 打工仔聽見牙刀痕 但出得成績了 怎樣都要關注一下 強積金半自由行 暗暗滿月 不理有多少人stay 還是會議轉 NPF六大的表現繼續大不同 教授打工仔歡迎的 中國股票基金和香港股票基金 普遍都能跑人平均升幅 最離譜就是一哥匯豐 恆子11月升1.8% 但匯豐恆子基金的回報只有1.27% 大幅跑輸 恆子基金都不用分家選股 基本是買恆子相同比例的籃籌 意義上和刑賦基金沒有分別 匯豐跑輸整條街 打工仔真是無奈 六大入面只有匯豐 雲里、信安和銀聯有恆子基金 最後三家上個月都賺分別1.89%到2% 以30萬養老金做例 匯豐恆子基金上個月賺3,810元 而銀聯就賺6,000元 匯豐賺少2,190元 認真極氣 問他們原因 最近不回覆 而有業內人士指 這類指數基金會跑輸大試 很大可能是收費高和追蹤不差 表現好不好就反映壽彈質素 如果看到自己的強積金表現這麼頑皮 是不是開始想要轉會呢?